極速過彎 配上熱血沸騰的引擎身 號稱是Lamborghini旗下最強車款之一 搭載6.5升 V12引擎 最大馬力超過830匹 零到100公里加速 只需2.5秒 全球限量40輛 台灣更只有2輛 車迷竟然也能看到 Lamborghini SCV12首次來台展出 這輛車最特別的是以台灣國旗 紅藍白為基底打造 國旗配色具有獨特紀念意義 競速超跑 為賽道而升 一輛要價2.5億元起 有錢還買不到 首先得是VVIP 而且買下來不但不能上路 還只能存在原廠的車庫 板件登上台北車展 讓車迷近距離欣賞 新輛車還有這一輛 英國Austin Martin為了 慶祝品牌110週年 打造DBS 770 Ultimate 是最終的12缸代表座 全球只有499輛 而且已經全數賣光 整輛車大量碳纖維 達到極致輕量化 它是台灣首次在這邊亮相的 那也是跟客人預訂 因為這其實是客人的車 我們跟客人借來版式 英國超跑旗下 Emera正式登台 不辦事品牌 最後一款的燃油車 最大亮點在內裝 像是這裡有超跑迷最愛的 手排設計 可以完整享受 打檔跟換檔的駕馭樂趣 變化末代燃油跑車 搭載AMG的2.0升渦輪增壓引擎 2021年亮相 近期陸續登台交車 你要買到夠一定的數量之後 你才有資格去買到 這些超限量的這些車型 所以用數據來看的話 其實台灣的消費者 台灣的這些乘風車主 其實在全世界的 這些豪華品牌 跟超級跑車品牌來說 是很夠力 剛結束60周年活動的麥拉倫 同樣帶來多款超跑 台灣富豪實力驚人 各種限量款都能買到 也讓車迷有機會 在台北車展大飽演 相選中日日方向台北